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湖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少年先锋试炼剧先锄一百 今天我们将进行的是第二场的比拼 我将继续带领大家看先锄品好菜 我将继续用最严谨的态度深入剖析 美味的真相 我将用三四年的厨房经验为先锄保驾富含 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那些花脸护烧的烹饪技法还有故事都没用 我只想说一句 试吃的时候请把最多的那一份留给我 非常期待今天先锄们的创新菜品 珊珊 第二期又来了 你到底是为了前锋还是为了我们的先锄 这么尴尬的问题就不要问了 明显有答案 当然是为了我来的 对 我是想看你在这个舞台上慢慢发泡 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极限吗 现在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这次我不想再做完美了 我要来这儿学点厨艺 争当厨房一枝花 当然了能够决定先锄们去留的 除了我们五位先锄推荐官之外 更主要的意见还是来自于我们身后 姐姐品仙团成员的意见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我们现在马上把上一场获胜的五位先锄 请上场 有请同位 李子峰 陈明洋 天范 余崇健 好帅 帅 上一场获胜的五位首官先锄 将在今天遭遇五位新的挑战先锄 他们将两两进行PK 最后能留下的依然只有五位 但这次你们的压力更大了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首官成功 好吗 加油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了呢 来进入拿手菜比拼 请先锄推荐官 挑选先锄 哦 哎呦 杨仔是C位 啊 哈哈哈哈 那就他吧 啊 加油加油 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逛菜市场 哎呦 杨仔是C位 吃个豆干 我这是零油低脂的凉拌鲫鱼 卤水的味道在嘴里边能爆 天呦 光靠这一个鱼去开一个店都能喝火爆 我还是会坚持我的技术之路 杨仔你选出你竞争的先锄 有盐帮弟子 巧舌神探 有正青年 继承者 还有国民女婿 我挑继承者 好帅 好帅 三十个视频会议 另外还有七餐和主办方一起的晚宴 还有就是 终于参与 湖南卫视先锄100节目录制的人选 我觉得小赵比较合适 您觉得呢 哇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妈妈从来小林哥上升 你俩像谢露宫有没有 哇 没有 你哇一声潜台词都说出来 让三个小姐姐听听吗 杉杉的哇在哪里 哇 好亮 哦 那我的哇在哪里 哇 刘烟姐姐 没了 他直接忽略你 我都没有 大姐 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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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一组要出场的 我要跟紫毅先打一个预防针 我们的杨仔的实力非常的强 你被杨仔挑中第一个过来 我还挺纳闷的 你还很纳闷的对不对 完全没有想到 都自己背好刀应该很厉害吧 他刚刚那个VCR呢 只是显示了他一帅二针粉 没有展示任何跟厨艺相关的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一般 这个不是做美食的节目吗 这个不是已经够了吗 这个不是已经够了吗 因为我们侧重点不一样 我们主要是从菜品看人品 看他综合的魅力 他们不是看人品 他们是先品人 那紫毅 你今天的百宝箱里面带的是什么 我带了一把锤子 带了一把什么 带了一把锤肉的锤子 所以你今天的菜跟肉有关 还好 没有比我 没有 还好 还好 他到底是锤肉还是锤骨头的 没有 这个是锤水果的 不是 紫毅 你现在这个样子感觉是来玩的 你不是来比拼的 你真的有拿手绝活吗 还可以的 那介绍一下 今天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我拿手菜是 对 好像忘记了 果壳 梅干菜 三文鱼 梅干菜 三文鱼 是西式的做法 中式的调料 是煎的还是蒸的 是烤的 反正我们都说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他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哇 他这种小小的木讷 然后不在状态的这种 有礼 在我们姐姐团里是可爱无比 对啊 我们就觉得很可爱 特别猛 就是玩世不恭的感觉 就女生都喜欢这种 有一点坏坏的男生 温柔的霸气 对不起 够了 够了 你们冷静一点 我们把画风转向羊仔 我们的实力先出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你带来了什么 好 好 首先是我们今天的主食材 这个叫猪鼻精 猪脸肉里面有两坨瘦肉 叫核桃肉嘛 那个核桃肉里面和骨头 有个小骨把它扯出来 只有两根筋 一头猪只有两根 我们家在菜市场搜集了好久 才攒了这么一袋过来的 它有三种做法 爆炒 干鞭和烧烤 那我今天是做我最喜欢的口味 爆炒猪鼻精 天哪 不是感觉好像猪鼻精就在鼻子这儿 你跟雨宁想到一起去了 我特别好奇就是谁 谁是第一个想到吃这玩意儿呢 反正肯定是恶极了 肯定是恶极演了 好 接下来两位先厨马上进入我们的正式比拼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本场先厨拿手菜比拼 时间为一个小时 时间到 先厨必须马上停止做菜 现在我们把厨房交给我们的羊仔和十字役 感觉这是香菜和川菜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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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口感会好一些 没有 我觉得羊仔非常好 没有 我觉得羊仔非常好 把食物的这种本来在厨房里面 就展示给拿出来 比赛就应该这样子 这样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 我们看一下子翼切三位鱼 有点特别 子翼为什么要这样切三文鱼 因为我可能时间不够 我在袋子里切了 直接就腌制了 这样子 我们都想多了 这是用黄油 子翼这边是用黄油炒什么 炒我的梅干菜 黄油炒梅干菜 这是一个中西结合的 通常我们都用那个色拉油 猪油来炒 是要晾在这个三文鱼里面的馅吗 还是裹在外面的 是塞在里面的 是 对 三文鱼有油 然后烤完之后油会流下来 会到梅干菜上 就跟我们的扣肉是一个样子 外面还有没有酥皮包子 有 在这里 是吗 卷起来 卷八个 所以这个道菜估计是 就是慧林顿烤牛肉 也变过来了 好厉害 是不是 你们说的我们都听不懂 什么叫慧林顿烤牛肉 西山里面有一种很传统的一种 牛肉的烹饪方法 那么这款牛肉是整条的牛柳 再裹上一层酥皮 它最重要的是里面要塞满了那个炒香的蘑菇 肉里边夹蘑菇是吧 老师 就是他就用那个牛排把这些蘑菇卷起来 肉夹蘑 肉夹蘑 一个原理吧 一个原理吧 贝宇宁一说怎么那么接地气呢 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这下 要不然我听不懂 羊仔在切什么 羊仔 泡姜 因为每个四川人家里都会有一坛泡菜 我把我仅有的泡菜全部拿过来了 就是这一坛 哇 老盐水吗 是我16年自己在重庆生活的时候 妈妈带过来的 我特别想尝一下那个羊仔的那坛泡菜 我也想吃 这好吃的泡菜真的很销魂的我跟你说 我出来主要是想展示一下我今天的服装 非常的富贵 龚哥你要吃有红萝卜 白萝卜 有生姜和 红萝卜 白萝卜都来点 你这样 羊仔 你把你需要的挑出来 其他的都给他 那你搬走吧 哥 看一下 我给你夹 好的 不好意思打扰了 会有一点酸 好酸 羊仔这个就是典型的川菜 会有很多那个辣椒 什么泡姜 这些料头切的碎碎的 所以这道菜应该就非常入味的那种 属于口味菜来的 所以今天的这两道菜差别很大 一文一武 对 一中一息 这个是一个小窍门 这样去 去芒果皮 所以子依还真的是有厨房的经验 真的快很多 所以你这个芒果接下来用在哪里 芒果和白味噌 做一个酸甜的酱汁 听着就好吃 子依我看你的资料上说 你在留学的时候 就是因为很会做菜 然后交了好朋友 是的 子依你是什么时候出国的 我16岁出国去的美国 我也16岁出国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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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喜欢 我们比较喜欢 对 他完全是属于那种范儿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YOYO的那种 就正常说话都跟说Rap一样 他们不是这么样的 他们是像鸽子一样走路 不是这样的 YOYO What's up man 哇 这是鸵鸟 不是鸽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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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仔放大招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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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看见没有 这就叫锅气 锅气 锅气是什么 就是有火就叫锅气 就是通过高温的炒出来 然后让那个菜炒出来 放在碟子里面 炒完以后沉在那个上面 它还能冒烟 而且在十分钟之内 都是发烫的 这就叫锅气 你的炒锅的技巧到位了 那么它炒出来菜就会带有锅气 这是我们评定一个炒锅师傅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标准 我看好羊仔 我觉得他是冠军人选 羊仔 你做好了 好了 哇 好难 子役 别聊天了 快吧 倒计时 三十分钟 天哪 没关系 那个子役只要按照时间内 还是把菜做好 这个就有那种酸菜的味道 对 一炒就特别下酸 这个猪皮筋炒完之后 它有点脆的 它有点像那个金针菇的口感 但很奇怪 就是那种脆脆的感觉 我以为会像鸭角筋的那种感觉 它会很软然后很脆 它真的做得很 来 来 来 考虑的太久到了 这是自己蒸好了带来的吗 蒸好了带来的 蒸的饭到现在还能吃啊 不能吃了 我们吃 这种危险的事情 让我们来 来 来 咱们一次在几菜 太幸福了 哈哈哈 小胖你自己吃了吗 我现在还没吃 你尝一口呗 你确定你的味道是可以的吗 确定吗 我觉得可以的 好的 好的 子毅我们的时间还剩下22分钟 来得及 我觉得时间应该是可以的 就要看烤箱里面的情况 对 烤箱 他一个皮还是没有起颜色的 我们现在还有五分钟 子毅要专顶时间了 烤箱应该三位应该快好了 一看子毅就是平时是有下厨的 他刚才那个切那个酥皮的那个下刀啊 他是树下的 还有五秒 好 过这边马上了 四 三 好 最后 五 二 一 一 好了 梅干菜三文鱼 酥皮 现在请上菜 那个零找不到 我觉得你这个菜就叫梅花三弄吧 好的 老师请品尝梅花三弄 好香 好香 这种菜就特别适合女生下午茶 发朋友圈 对不对 子毅 我们的呢 是 是 给最大一坨给你 好 这个 这个酥皮里边的这边是熟了吗 还是差一点 差一口气 好了 两道菜我们都已经品尝完了 大家聊一下吃完之后的感受 首先这个猪鼻筋 因为我让杨彩自己试了他的那个菜 然后我跟他确认一下 是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味道 我觉得基本上你已经把这个食材 来发挥的很好了 谢谢周老师 貌似其实是一个很家常 没有什么不需要什么创意的 但是我反而有的时候会被这种菜感动 因为里边并不是那么强烈霸道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的把控 其实是要花一些心思的 我觉得杨仔把这道菜的创意隐藏得很好 所以我基本上觉得这道菜是一个完美 还有加分的一个呈现 杨仔这个我觉得首先很好吃 谢谢 谢谢 然后但是呢 就是口感太像金芝麻了是吧 那个金芝菇 金芝 我们那边叫金芝麻 我觉得食材这个东西在我这呢 我觉得如果金芝麻的口感能替代它 而且还比这个猪鼻筋便宜 那我为什么不去吃金芝菇呢 紫毅的这个菜是你自己创意的吗 是 这个精神是满分的 但是 这个酥皮稍稍的厚了一点 这个有点影响口感 作为不太吃做熟的三文鱼的我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鱼做的是非常的不错的 谢谢 只不过是吃不出太多梅干菜的这种感觉 因为梅干菜作为一个辅料 我们都知道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霸道的味道 如果要是再多一点 我能吃到更多的梅干菜的香气的话 这个就会非常非常好 了解 其实呢我觉得今天这两套战场 我讲公平的来讲就是 紫毅的这道菜会更有难度 这道菜我觉得有一点让我很感动的就是 这是一道典型的西餐的菜 你们用到一些中式的调料 它就是国际视野本地精华 所以呢我觉得紫毅这个结合得很好 尤其这个梅干菜 当然啦 刚才讲如果梅干菜的这个风味 如果能够让它更大的展现 了解 我觉得这道菜它就有灵粉了 也有灵感 也有情怀在里 厉害哦 学到了 坦白讲因为 杨仔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人选 我也是第一次吃猪鼻精 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从这道菜 我能看到你背后的故事 看到那些娘娘每天说 杨仔你来了 猪鼻精给你留好了 我能看到那些画面 但是 今天你遇到了一个很强的对手 就是紫毅 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 刚才你的那个 我起了名字 梅花三弄 我不懂要多酥脆 但我喜欢像那个 马鼠的那种软糯的感觉 就是你们觉得是诟病和缺陷 但我们女孩子的口感是觉得像甜点 还蛮好吃的 紫毅就是以为她是个青铜 结果她是个王者 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 吃一点下午茶 餐点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 就从他们两个做饭 然后到上菜 再吃到他们的菜 他们是完全不一样感觉的男生 就是紫毅呢 就给人的是谈恋爱的感觉 她在那里做菜 就像过家家一样 然后做的这个菜呢 也是约会必备的凉菜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羊仔是过日子的感觉 对 所以就纠结了 对 又想有恋爱的感觉 又要有个过日子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都要 都要是吗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选择 都要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纠结 我也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要进入 我们最紧张的投票环节 左边是紫毅 右边是杨仔 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停止 我们推荐官推荐的是 石子毅 姐姐品仙团一共是一百位 所以现在来说 姐姐品仙团的票数是最关键的 所以要看一下身后小姐姐们 最终给出的投票结果 请看 好 好 姐姐们到底偏向于哪一位仙厨呢 好 帽子都下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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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两位仙厨同时进入待定期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拿手菜比拼 上场的是 李子峰 我想他们也看到了我前面的表现 就是整个菜出品 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偏完美的了 那个酱真的太好了 肉饼完全吸取了这个螃蟹的汁 就两个字 幸福 信心满满 大家好 我是李子峰 也是千熟一百的美食猎人 团长 他那个自我介绍跟你很符合 不会做饭的模特不是好演员 因为他关注我微博了可能是抄来的 你们俩的经历真的很雷同 那先量个学习 以菜说话 宁宁就有点偏心 还偏要摆正自己的姿态 好的 孙琴子峰挑选一位 你要对抗的公类先出 我想选一个有正青年吧 晚上吃什么宝贝 随便 当女朋友说随便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第一 考虑热量 昨天她说胖了两斤 三文鱼高蛋白低脂肪 不容易发胖 52度30分钟真空水域 让鱼肉保持鲜嫩多肌 第二 照顾时间 春季天干雾燥 容易上火 芦笋清热解毒 清凉降火 最后 注意摆盘 美好的外观更能勾及它的食欲 吃饭了宝贝 第二 找定 下课 欢迎蔡成 拿领带进厨房的男人 和穿西装进厨房的男人 大家好 我们是蔡成 厨房里最帅的男人 子风 你别笑 你这句话在现场讲 太有挑衅性了 对不对 杀害了很多人 对 今天就很有压力 风哥太帅了 我们还是想解一答货 你这个有证青年 到底是有什么证 对 有什么证 就是厨师证的证吗 不一定 你是有一张证很有分量 还是有一答的证 我有四张证书 我可以一张一张的慢慢想 你讲一讲 因为我们是外行不太懂 但他们推荐官是很清楚 他的宝箱里面就是证书 首先是 这什么证 你们看得清楚 结婚证 结婚证 那我们没结过婚 我哪知道 真实 你结婚了 对 了解 还有什么证 我还有两张是 这个是职业资格证书 果然是厨师证 然后是中餐烹调师和中餐面点师 红案跟白案都拿了 所以你是几级的 什么级别 三级 高级 高级的 看来今天巴西对德国 有 那这个震含金量够高了 是 所以这个呢 这个是有补贴的 真的吗 这个可以向国家申请这个补贴的 林哥 我是中级的 我中级彭调师 你也可以去申请的 真的 一年能给多钱 他好像是有两千多块钱 补贴 对 这个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很不错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后来有去酒店 或者餐厅里面去 上班过吗 是可以给我一个工作吗 那必须可以 你只是一个 我们 我们成功的从一个 从一个相亲节目 然后发现别人有结婚症之后 变成了是一个求职的节目 我还有一张澳大利亚最高西厨的诊书 这个我们不懂 这个赵老师 林大厨去看一下 可以给老师们看一看 你佩服这个学校的 明白明白 对 在澳大利亚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全民都知道的是一个职业学校 然后他们不是一个学两 学几个月就可以出来就业的 他们是非常严格的 对 然后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还不能直接就业 你们要先做学徒吗 要有三百六十个小时的事情 对 所以等于说他不但有这个 纸上谈兵的能力 更有实际作战的本领 好的 这下子宫有点压力了 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信息 他这个喷条的这个 这个证件上面的分数呢 是多少 八十分啊 这是很高分数 八十分算是中善的 那您当初考了多少分 我是七十二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他的分数比您还高 是 我觉得在座的先除推荐官 但有些按证书来看 好像真没有他级别高哦 您说什么 但实战经验他没有你们多啊 对 后来的厨艺呢 经过这个实战的经验 不断地探索 那是肯定的 来 很棒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哦 蔡城今天准备的菜 是什么菜 今天准备的是 是龙虾会饭 然后是一个 是稀释的吗 稀释的 那就是 一个 一个 对 就 非常 传统的一个会饭 好 让这个刚刚做了一个自杀行为的子风 谈一谈现在的感受 子风是不是遇到巴西队了 我觉得他确实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有压力的话 可能对我来说更有动力 所以我今天选做的是一道 我家乡的姜辣系列的菜 哇 姜辣凤爪 但我今天给这道菜 加了一点小小的改良 把牛皮精和鸡爪和猪脚 三种富含特别丰富 胶原蛋白的食材放在一块 哇 应该很好吃 这样第一个它的口感会更加丰富 还有就是先生的小姐姐们也可以多多吃 因为它确实是可以美容的 今天保鲜里面带的是一个 配合是这道菜的一个甜品 因为这道菜的口味比较辣 和有点姜的味道比较浓郁 所以吃完这个之后 再吃一口甜品 我觉得这样会让你有种幸福的感觉 好贴心 好 两位先煮准备好了吗 好 下面把我们的厨房交给蔡成和李子峰 三 二 一 开始 蔡成把她这个刀具展开 就像化妆师跟我们化妆展开自己箱子一样 你看她里面有洋葱南瓜还有橙子对吧 柠檬 柠檬这么大颗 对因为海鲜必配柠檬 完美搭档 现在子峰已经在给鸡爪焯水 子峰你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它口感做到很软弱 需要高压锅 还是带了高压锅 高压锅的好处是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它做到软弱 同时保持它的形状不被破坏 那你是三种食材同时放到高压锅里 不是 我要经过前面处理一下药 因为他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聪明 好 那边已经开始在好像要料理那只龙虾了 这里面真的好热 我在上面看着我以为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是真的热 谁流汗是开玩笑流的 没有 她以为这些人都很慌 上来慌了 然后一直流汗 我觉得有一半人是慌的 我开玩笑流点汗 菜城 料理龙虾有个特别关键的步骤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我想问一下三位姐姐觉得吃虾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有人剥虾 对的 因为做这个饭要保证虾肉的口感全部在里面 你必须把所有的虾肉完整的掏出来 那你有特殊波龙虾的手法吗 你要摁一下它的这上面的裂口就开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从虾尾的侧边下剪刀 就是去壳嘛 把边上把它剪开 对 关键的就是把虾壳去出来 这个虾肉 因为我们先用热水煮 然后再过冰水 对 这个虾肉是完全脱骨了的 现在菜城在做这个剃虾腿 他把那个他把那个肉赶出来 对 挤出来 所以我们八个人就这么一丢虾能够吃吗 没有问题 我觉得真正一碗好的这个龙虾料理 不在意龙虾多少 而在这个饭里面有龙虾的味道 对 好吃的东西一定要少一口 你才会更想去吃 就是想下次再吃 对 哎 菜城有点口音啊 看他是哪里人 湖北人 你是湖北哪里的 湖北黄石 所以跟赵老师可能又有点关系 湖北女婿 我黄石女婿 真的 真的 因为陈树老师是我们黄石的骄傲 他情商好高 他从开始做饭到现在已经搞定了凌厨和赵老师 厉害 你也是我们湖北的骄傲 你 袁珊珊老师也是湖北的骄傲 我就等着他这句话呢 并且之前金孟佳老师 你也好 之前在五大上的大学 然后带过我们同学的那种传媒班 所以我们两个也有间接的联系 对 我不能再这样了 再这样太拉票了 子枫你的两小碟是什么酱料 一个是我们湖南的辣妹子 一个是多半酱 这个是用来炒的还是要来粘的呢 炒 因为我需要它的那个香味 入到那个肉里面去 两位先除了我们的时间现在还剩下四十分钟 我感觉他们俩都很稳 应该时间不是问题 喷火了 这是什么 喷火了 白兰蒂 对 你刚刚倒进去的那一锅是热水 因为用凉水来吊它已经时间不够了 并且热水可以更快地激发它里面的精华 龙虾壳已经炒过油了 然后已经把它壳的那些精华炒到锅底了 这是西餐里特别重要的 就需要那些在锅底的东西给到它味道 酒是激发锅底的那些精华的 很专业 你是要把那些辣椒都放进去吗 对 姜辣 哇 酷 八道 八道 我们都很能吃啦 必须的 你刚刚看到那个蔡成一个小动作 你就知道这个她的工作是有多么的规范 就是真正的西餐厨师 working on the line 就是他们经常有透明厨房 外面可能就是客人 她尝味道的时候是不能当着客人尝 她一定要转过去 转身 转身 嗯 我们现在还有五分钟 这个姜辣的香味已经完全出来了 这个姜辣的香味已经完全出来了 我可以了 好 蔡成OK了吗 OK了 好像稍微吸了一点 对 我觉得是吸了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们期待 菜城的这道龙虾换也做好了 现在等我们试完以后再上上来 是不是放了很多干辣椒 其实并没有那么辣 它是刚开始吃没有辣味 它的后劲有点足 没有很辣 味道真好 而且它不腻 我给你们准备面了 因为这个里面的汤汁和饭面 真好吃 来 好 谢谢 好好吃这个面 好吃吗 面包到里面 就很有嚼劲 因为我是完全不能吃辣的人 但这个完全不辣 对 但它有辣椒的香味 这还不辣 不辣 哪有螺蛳粉辣 吃了那个比较辣的东西之后 吃点甜的会综合一下 甜点揭晓 好暖 好 菜城那个米饭好了 就赶紧上来吧 不然饭久了 它要消失掉 好吃 我先吃它这个 我以为我可能吃你的口味会淡 结果没想到就觉得救了我的胃 这个好吃 这个龙虾饭太好吃了 因为这个龙虾是用火来制烤的 所以它会有把它鲜味直接逼出来 为什么我的龙虾肉那么少呢 龙虾肉在这儿 因为我们也没有吃到龙虾 但它都在摆盘这里摆着了 你可以过来捞 你就把虾全扒了了吧 还有面 冯哥 这还有面 还有面 要吃 要 要的 我觉得他们很像美食节的两个 竞争的那个摊主 就还有面 这还有饭 这还有龙虾 那个还有吗 这还有龙虾 这是刘雨宁 好像目前为止 就是首次要多要一份 你们自己试了吗 刚刚做的 因为我已经做了无数遍了 那蔡成你呢 试了一口 你觉得今天的发挥是你平时的 百分之三十吧 百分之三十 你做成这样 你别闹了 我们现在都尝完了 那我们就一一点评一下 这个龙虾饭就不用多说了 我真的 我好像很久没有吃东西 吃得出幸福感了 但这个给我幸福感 你懂吗 以前我是不吃西餐的 我很少吃西餐 但是这个真的太棒了 嗯 加油 对 我也是吃龙虾饭吃到了幸福感 最主要的是我吃到了最多的龙虾 子风这个呢 这个应该是我吃过你做菜 应该是最好吃的一次 就第二次 就第二次 就两次 没有 我们还有私交嘛 对吧 对 子风他暴露了你的真实水平 啊 啊 啊 子风呢 子风呢 这道菜是把地方的这种氛围 表达得淋漓之尽的 搭配了这个面条也很陶巧 哦 所以我觉得这道菜总体还是不错的 谢谢 然后菜城这道菜呢 其实我刚才看完以后蛮担心的 因为时间上有点紧 但也是按照正常的时间 完成了这道菜的一个料理 而且呢 这个意大利米饭 我们都知道是夹生的 他特别迁就大家的胃 把它煮得稍微烂一点 否则我们就吃不惯了 菜城后上这个自己的这个料理呢 其实还是比较占便宜的 因为原来你出锅的时候 我和这个林大厨小声嘟囔了一句 就是没有收购 但是呢 因为你静置了一会儿 那个汤汁又往饭里面走了一下 结果盛上来的时候 至少那个粘稠度是perfection 这个是你抢了一点先机的 但是就这30%而言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减分项 因为他明显他是一个职业厨师 他有一切的征兆 但是一个职业主厨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允许你只发挥三成 三成你再做好一倍才刚刚及格 那么作为一个职业主厨 这是不够职业的 我的脑中当时就已经很蒙 因为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但是那个30% 并不是说厨艺水平的30% 而是现场只发挥了 我自己的整个特点的30% 他30%都已经做成这样了 他要是做到百分之百 我不敢想象 但是说实话 你的菜真的我们都觉得挺完美的 你不用太计较自己的 那个内心的过程 反正这是最强的一组 我会记住你们两个人 分别做这道菜 我觉得我起码 好几年都不会忘掉 这道菜和味道 好 下面进入到投票时间 请先出推荐官 借借品鉴团 开始投票 5 4 好像他俩都留下来 3 2 1 停止 我们先出推荐官的票数是 所以我们先出推荐官倾向的是蔡成 看一下蔡成和李子峰 最终我们100位姐姐品鉴团 给出的最终票数 我们先出推荐官倾向的 姐姐们到底偏向于哪一位仙厨呢 所以现在蔡成19票 李子峰是81票 我们这边领先的是李子峰 恭喜你 二位仙厨现在是平局 进入下一步的待定局 欢迎回来 把厨房叫做 第二个男人 这里是湖南卫视全新原创 美食少年先锋 成长失恋记 先出10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进入我们第三轮的拿手菜比拼 现在有请手泪先出 冯伟上场 有请先出上场 其实我对我的菜是有信心的 因为我对这节目也是准备了很久 这个小龙虾它的香 麻 辣 我觉得都是满分的 味道还是挺正宗的 这个龙虾的味道很好吃 而且臭豆腐综合的也很好 冯伟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我不太愿意去遇到一个 厨艺水平不太行的一个对手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高强度的 高品质的一个 厨艺上的一个白菜 好 呼声好高 他好干脆 很利索 大家好 我是先出特殊冰冯伟 冯伟的个人魅力 姐姐团们都非常的清楚 啥 八十号小姐姐 因为我老公也是冰哥哥当冰八年 你觉得冯伟伟身上哪些军人特质 是最吸引你的 我觉得他比我老公真的又帅的 我想如果我老公是那么帅 戴尔老公能看到吗 真的 能看出他就是很有条理 规律性和整洁性 对 所以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其实他是军嫂 其实军嫂和军人和战士之间 这种是有情愫的 谢谢 你现在已经变成 所有先出的一个全民公敌了 他们都把你当作 就是头号种子选手 要朝你 强劲的对手 自杀了 数赢看蛋 不服就干 来吧 冯伟现在要选择一位 你想要对抗的攻略先出 女婿 国民女婿 冯伟选择的是国民女婿 许乐 是妈妈喜欢的那种类型 居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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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床了 小蓝女婿 想知道 我做的叫什么吗 有机器 还差点儿 快吃东西 爱心早餐 还有今天日快乐 有请新厨上场 各位推荐官 各位小姐们大家好 我叫国民女婿许乐 我希望把每一道菜 做出家的感觉 谢谢 你是为什么 有自信说自己是国民女婿 我比较喜欢做的就是 把自己认为好吃的 做给自己的女朋友吃 然后呢 再通过这个 做给自己丈母娘吃 那今天你给大家 带来的那个宝箱里面是什么 我今天带来的宝箱是 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是 一个计时器 计时 为什么带这个计时器呢 是因为 我今天做的是清蒸鱼 我这个鱼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时间的把控 一斤的鱼蒸十分钟 刚好脱骨 刚好嫩 一斤多一两蒸十一分钟 少一两蒸九分钟 哎 理论是对的 今天呢 我要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我做厨师的时候 是上扎 啥 上扎 也就是经常蒸鱼的意思了 对 经常蒸鱼的 所以亮哥这一关今天不好过 就是清蒸鱼大家肯定都吃过 就觉得蒸熟了就好了 但是我的要求不止这样 吃完鱼之后 剩下的鱼骨上面一定要有一层血丝 亮哥那你既然这么的到位和熟练 为什么我吃过你那么多菜 没有吃过这个菜 忘记的做这道菜 好 我们画风一转 冯伟 你现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我今天菜是纹丝豆腐 上一期坤坤展示过 对 希望这个芡能再稍微的 再浓稠一些 蔬菜 香菇 还有豆腐的比例是不协调的 既然要比赛就要准备好 我就这样变成一个 真的是一个豆腐根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 别人做过的菜呢 因为我还比较刚 所以我就一定要做这个 有性格 我今天带的东西这个 砧板 对 砧板 砧板迷你 因为它太大了 这个重量有十几斤 我就用了一个小号的 我还带来自己的刀 好讲究 下面我们就把厨房交给许乐和冯伟 准备倒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其实我觉得冯伟今天做这个文丝豆腐我觉得没有问题 同样也是给他一个挑战 要比之前一定要更加好 上一次因为炖鸡汤时间不够 就非常影响那个纹丝豆腐的 这个喝的口感 今天你打算怎么解决 对 你怎么解决呢 我带来了高压锅 听话 好的 赵老师教导的好 所以这个纹丝豆腐 其实这个鸡肉 决定了这个菜的一些基础了 所以这个鸡肉真的非常重要 我这个鸡是我自己 我的战友帮我从衡阳弄来的 真的 对 我今天早上刚跟他告别 9号小姐姐问 纹丝豆腐的配菜 是不是一样的材料 有改良 其实我用的豆腐 跟他的豆腐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今天有用到火腿 笋 然后木耳 胡萝卜 还有油菜 我们上一次说的就是 如果时间短 然后那个汤是要更鲜美的话 可以考虑放火腿 从我也都听进去了 其实你是听了老师的意见 所以做了食材的改良 还是你本身就设计好是这样的 好 我现在是完全是第一版的做法 所以跟老师的意见没有半毛钱关系 有的 有的 不要这么问 太强了 不要这么说 应该说冯伟的这个概念 跟老师的概念不谋而合 谢谢 清蒸鱼 其实这是一道简单的料理 它其实也是最安全 也是最危险的 做不好马上就翻车了 好 对 对 林大叔 无形的在给 乐乐 许乐 对 压力 许乐已经咽了好几口这个唾沫 他如果是比赛形式做这个菜的话 其实细节很多 包括这个鱼的改刀 清蒸鱼我一般不会选择鱼腹部分横向开刀的 因为越是新鲜的鱼 它蒸完了之后就越会面目全非 我一般是在鱼的肚脐这里拆一刀 感觉他们在聊一台手术 然后手进去 挑断这个鱼肠 把这个鱼的内脏全部取出来 然后再改一个花刀 你们聊得太血腥了 这全是画面 喷顿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团长我问一下 他现在那个许乐切的这个鱼鱼 是你们刚才说的哪种切法 我没有看懂 他是自创的 自创的 那这种好还是不好 不好 你也太集结了吧 就是我没有学过 所以也是自己研究的 肯定很多东西都不是很完美 没关系 我们会给你一些意见的 刀头的角度 应该再稍微的倾斜一些 45度角切下去 再往里面走一下 尽可能的让鱼背部那个肉 最厚的地方改成鱼腹这么厚 其实这个鱼改刀的话也是为了它就是更均匀的熟 徐乐 你现在加的是什么 白酒 因为他就是觉得鱼腥 主要是做给女朋友吃的 对 所以你说我就告诉你 我做的鱼肯定就得 对 从来都不行 用这个高度白酒这个事吧 我自己是有一定的保留的 我们纵观全世界的美食的这个烹饪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用大量的料酒 然后国外呢 他会用红酒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酒精的纯度都在25度以下 所以这个我也蛮期待的他这个呈现 我刚刚加的是老抽还是蚝油啊 我刚刚加的是老抽 老抽在这个池油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老抽 我其实我平时感觉就是香 老抽的作用是上色的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鲸鱼上老抽 然后还放白酒 对 哦 这个是 陈皮是吗 对 陈皮 你这陈皮没有泡过吗 没有 因为我想的是 我放的水可能会比较多 就多熬一会儿 乐乐 你那个香菇也没有泡是不是 其实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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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不过我觉得徐乐没问题 我觉得按照你的思路去做 可能有更大的惊喜 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搞不好我又学了一招回来 你看 你看 许乐虽然不是厨师专业的 但是他刀工也还不错 哇 我们看一下冯伟这边的刀工了得 冯伟的那个萝卜丝切得好细 而这个笋切得很匀 这纹丝豆腐啊 很多人都会认为那个豆腐比较难切 但是最后的呈现 大概率是件是豆腐比较细 笋啊什么香菇丝啊这些火腿丝啊 反而偏粗了一些 其实真正烤刀工的是现在他干的一些什么 哦 其他的配料 老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 就是 我 我的那个 蒸的那个架不见了 我平时可以用什么道具呢 筷子可以的 筷子 筷子是吧 或者是利用另外的一个盘子倒在扣在里面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我篓子里的架子不见了 要要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吧 我这边有蒸箱 这个可以吗 这个放在这里 或者这样子安全的把它水弄出来 拿碟子放在上面 这样放 你试一下看 看见会不会连住 会连住 好吧 我今天买的鱼是一斤一两 所以按照我这个比较笨的方法 我蒸的是十一分钟 其实那个蒸鱼啊 这个你肯定是特别在行的 就是为什么说有经验的师傅 他不太看这个计时器呢 是因为不同的鱼 它的蒸的时长也不一样 而且蒸鱼呢基本上和它的重量 只是有一部分的关系 不是百分之百由重量决定的 它是由鱼的厚度决定的 你们 你们让人家乐乐好好做个鱼吧 徐乐我觉得你就应该做自己 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不用听这些老师了 好 冯伟开始切豆腐了 你看冯伟的那个 拿豆腐的方式非常特别 他在这个塑料盒的底部开一刀 然后把那个盒整体的提上来 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豆腐一定是拿的非常整齐的 看冯伟的刀工哈 来了 切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快 对 它是要有一个节奏 它是一个 所以你刚才看它一个细节 他在切豆腐之前 先在砧板上先把这个节奏找到 然后再把这个节奏不停移到豆腐上面 然后一路走下去 感觉比细的粉丝还要细 你们没看过做饭吗 高压锅私信你们挖什么 你们都挖点这么低吗 你家都不做饭吗 我们这是小姐姐团还是小娃娃团 好 冯伟这边开始勾欠了 对 我要勾欠了 调味了 你会发现冯伟是 对 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的 其实挺好的 非常好 对对对 自己的节奏特别重要 非常好 稳住自己的节奏 好 鱼蒸好了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尤其是吃清蒸鱼类 鱼越是新鲜 它那个肉它会裂开 鱼眼睛那个白色的球它会出来 这个就证明是个鱼是新鲜的 现在刘雨宁一直在旁边用肢体表演 你接着讲 他接着能演 如果这条清蒸鱼 就像你刚从菜市场买回来一样 那个鱼的这个纹理没有爆开的话 那这条鱼一定是死鱼 跳出锅外 你谢谢妈 看一下她眼睛有没有翻出来 翻出来了 翻出来了 这就叫翻出来了 哦 你还要怎么翻 我以为跳出来 跳出锅外 其实我对这道菜特别的期待 你看它这蒸鱼的那个酱汁 就是它是围着那个鱼 倒了一圈 它没浇上去 对 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的话呢 通常我觉得它做的是对的 我觉得它做的是对的 这是对的 在我们厨房里面 是不能把这个 齿油淋在鱼上面 如果你把它淋到这个鱼上面 没那么美观 是这样子的吗 徐勒 是的 我把您的意思表达了 谢谢老师 我觉得如果是正常的 蒸鱼齿油淋上去 还是可以的 但是 加的老抽可能真的就不要淋了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咸淡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占多少 自己把控可能稍微会方便一点 那你应该旁边上个胃碟 那你应该旁边上个胃碟 我们的许乐已经完成了他的拿手菜 清蒸如云 现在请上菜 哇 哇 好吃的 好吃的 哎呦 你看这就是别人家男朋友 别人家系列又加一 别人家系列又加一 哇 这个死有肯定是肯定有问题 有一些组合它是不可能出现奇迹的 您怎么样 这鱼 他这个鱼完全没有鲜味了已经 不是很好吃 冯伟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拿手菜 文丝豆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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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器皿是你自己带来的吗 我自己带来的 这个是我们河南的乳池 味道比上一次那个要浓郁很多了 对 他这个胡椒还可以 就是最后就那胡椒味来出来 这胡椒的味道加下去 他的汤的鲜味也有 没错 然后会加点个性化的这种 那人家留下记忆点 我们现在都尝完了 我们发表一下 这个文丝豆腐 文丝豆腐呢 整体呈现非常的棒 谢谢 你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非常好 谢谢 这个文丝豆腐呢 胡椒加得很妙 这个文丝豆腐呢 如果是胡椒粉 你在勾芡的时候提前 这样的话就会很呛 但是这个白胡椒的这个味道 融进了这个汤里面的话呢 喝完之后口腔里面是不会有这个白胡椒的辛辣感的 全部是顺着喉咙下来的 对 所以这道菜还是很棒的 谢谢 好的 这道鲸鱼 我最担心的事情其实还是发生了 就是说那个鱼肉真的是太老了 您今天来参加这个比赛 这个来看过场地了吗 看过了 知道现场的锅具了是不是 知道了 对那我就这个我就不能理解 因为我觉得既然你要参加这个比赛 就应该给他提出要求要有这个锅盖 陈匹没有泡就丢到里面去做这个死油 这个其实很不好的 其实你就把老抽忘记吧 蒸鱼跟老抽这件事实在是不大 你在尝老抽的时候 它的尾端是发苦的 你的香菇也没有泡发 所有不泡发的东西没有醒过 直接下锅煮也会发苦 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就奇怪我们就觉得嫩 可能我们没有吃过特别嫩的 就是那种鱼 但许乐身上有我们父辈的 很难得的一些珍贵的品质 我看到你的时候会想到我父亲了 就是那种和善 忍让还有悲迁 即使是在你的菜已经被我们试完了之后 在那洗手的时候 冯伟端上菜大家都在欢呼的时候 你边洗手还边腾出来鼓了个仗 这个细节我看到很可爱 是你永远就是把别人的感受 放在自己的感受之前 他做这个鱼是给你的女朋友和你的丈母娘做的 可能各位老师做的是给大家的 但是你做的是给小家的 我尝到了你家的味道 我也觉得很好吃 我尝到了你家的味道 下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投票环节 我们先除推荐官 五票全票全部投给了 我们先除推荐官 五票全票 全部投给了 封为 看一下最终我们一百位姐姐品仙团给出的最终票数 请看 我们每个人做料理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成功 但是就像刚才珊珊说的 你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料理人 可能我们所有人都在为大家做饭 你是为小家做饭的 烹饪给你带来的那个幸福感是满满的 但是呢这一次呢可能我们真的做一个选择 我们选择冯伟惨烈的继续 选择你幸福的离开 好 恭喜冯伟顺利通关 也感谢许乐的精彩表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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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进入我们今天第四轮的拿手赛比拼 有请于重建 有请先出上场 有请万公泰 谢谢 她的侧面好像浮一天 各位姐姐好 小剑今天今天这样更精神 期待你来发飞 大家好 我叫万公泰 来自四川成都 家乡是四川自贡 今年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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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十岁了 三十岁怎么了 三十岁怎么了 她看不出来 像十八岁 公泰做的什么菜啊公泰 我做的是冷吃兔 冷吃它是一种烹饪方法吗 它和热的区别是在哪呢 它加那就是一道粮菜 粮菜的辣的兔鲁 小剑姐你是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它叫做鱛鱼转生春卷 所以小剑这个也是二次元里面的一个 对 它是中华小当家里面的一道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我上一次以为你这一场 会穿那个衣服来呢 我有想过 我给你讲那是暴点啊 大家能记住你啊 二点二五次元你玩二次元你不玩 一场戏 而且身上要偷偷藏一个那种音响 然后自带音效 对 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呢 你就被扣分了 我争取下次穿 好了 两位先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下面我们就把厨房交给 万公泰和俞冲剑 准备开始 三 二 一 开始 其实小剑这个菜 从工艺的复杂程度上来讲 还是蛮难的 好 好 好 盐帮菜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有特色的菜系 是一个四川菜的一个菜系 它分盐帮菜和盐商菜 盐商菜是那种达官贵人吃的 然后盐帮菜是那平民老百姓吃的 据说盐帮菜是以前的 那个地方有那个什么 锦盐 锦盐嘛 就是在那个锦里面 锦里面的盐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 鲜不鲜一把盐 这个是川菜的灵魂 你看小剑是用那个刀背在打 他的那个鱼绒 现在这个流程如果是还原的话 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刀给烧红了 对 麻烦后期老师 然后这一段给做个特效 我将第三把菜刀直接烤火加热 利用热的力量留住了美味 好热 好热 要不你缓一会儿我帮你多一会儿用没有 好 你们休息一会儿我给你多一多 来 可以吗 来 来 推荐官可以的 你看像刘雨宁这样帮忙不算犯规 对 来个马蹄刀 来个马蹄刀 马蹄刀 这是厨师之间知道的叫马蹄刀 有什么好处 就是当因为这个动作是很容易使到肌肉僵硬的 当他有一个有一个节奏的话 他会长时间可以长时间的坚持下去 好来个来个将军步 将军步这样多吗 是这样吗 将军步 战马步对了 是这样吗是吧 对 还有太极刀 太极刀 差不多了 好 公太现在把兔肉放到带辣椒的水里面 是不是就让他这个兔肉的里面也有这种辣椒的味道 是吧 对 对 开始包那个 雨霹春菌 这待会是来炸的是吗 小剑 对 那两头怎么处理呢 只能尽量包上 这个油是 特制的油来炒的对不对 是道道权的吗 我们只用道道权的 对 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五分钟 我现在要炒我的兔肉了 好香啊 好香啊 吴南人表示无法拒绝的味道 放了两次盐 调味盐和正常的盐不一样 我的天哪太香了 还是很霸道 因为平时在家在炒菜之前都会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 我猜你这个是打开方态集成烹饪中心的手势 对不对 对 平时四川会经常炒一些那种油烟特别重的爆炒菜 然后所以在炒菜之前 挥一挥手打开方态集成烹饪中心 爆炒时产生的油烟就会顺势上排 一点都不跑烟 好 这个是煎炸 煎炸出来呢就不会那么油 而且更香口 而且更容易定型 不会碎 好 这个要浇汁吗 它原本是没有的 但是我为了让它味道可以更丰富一些 我做了一个泰式的酸汁 好呀 泰式的可以 龚太已经砖盘了 在撒芝麻了已经 哇 它这个装盘看起来蛮好吃的 这个 它接近尾声了应该 可以咯 来咯 还有特制的一个气力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的 很辣 而且有点太甜了 没入味 看着就吃着好 而且不够不够干 好的 我们的余峰剑已经完成了拿手菜 其实我很想跟节目组要求 我想要一个会发光的盘子 他们吃完会飘在天上的那种 老师可以配合一下吗 你怎么会 幸福 好吃 我们现在都炒完了 对 那我们就一一点评一下 龚太这边呢首先呢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啊 把家乡的这种特色的菜品 带上来 分享给大家 这点是非常好的 但因为铺肉本身呢 够香口的话呢 可能大家不会那么容易接受 好 盐斑菜 一路未为准 料头这些的 所以这点呢 今天可能没有处理好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华小拆家 中华小拆家 不是小当差 小拆家 你想哈士奇啊 整个的这个这个故事里面的很多的菜 其实它有很多都不是职业厨师想出来的 对 对 所以用这个创意来还原这道漫画里的菜 本身这个出发点 是做得非常地到位的 谢谢老师 我们希望有2.5次元食神的存在 为什么你知道现实世界多少是有些残酷的 但是我们能够把那些美好寄托在实物身上 带到现实当中来 其实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有看过中华小当家 所有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别的世界的人 其实会吃到这份感动的 小剑姐你做到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投票时间 左边是晚宫泰 右边是小剑姐 好 来吧 1 2 3 走 我们先中推荐官选出的是余重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小姐姐的品仙团里 得到的票数是多少 请看 余重建52票 万公泰45票 所以我们姐姐品仙团选到的是余重建 恭喜你 所以本局比拼更胜一筹的是余重建 也感谢公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 谢谢 欢迎回到先出一百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接下来进入今天最后一组拿手菜比拼 有请天范 有请小蛇神探丁冠森 大家好 我叫丁冠森 我做一道特别传统的东北名菜 小鸡炖蘑菇配玉米贴饼 美女 小宁 我们家那边呢 完了 刘雨宁到时候给你点评那个要求 都非常苛刻了 我是天范 我今天又带着我的实验成果来了 它是一个手动搅拌棒 用到它把鸡肉又变成不一样的形状 把一个食材泡沫化 挑战一道火焰菜 鸡豆花 好 这就是给我好多美味灵感的 纯真美丽小蛮腰 超多真实白桃果粒 超级好喝 料食材真才是纯真 和我一起把这料食材真的美丽小蛮腰 分享给身边的人吧 上次天范做分子料理呢 我对这个菜非常的期待 如果就啪啪打脸哈 分子料理不接受代替品 天哪 它这个豆花如果做成功的话 会一大部分的豆花 都要creamy 先出一百官方合作伙伴 方泰集成烹炼中心 顺势上牌 猛火爆炒不跑烟 纯真美丽小蛮腰 先出一百 待会见 纯真美丽小蛮腰 先出一百 现在继续 料食材真才是纯真 本节目由有超多真实白桃果粒的 纯真美丽小蛮腰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 方泰集成烹饪中心 顺势上牌 猛火爆炒不跑烟 集成造全新升级 感谢指定产品 道道全 纯香菜籽油 让饮食更养生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又带着我的实验成果来了 它是一个手动搅拌棒 用到它把肌肉又变成不一样的形状 把一个食材泡沫化 挑战一道果宴菜 鸡豆花 这道菜有点难度 它这个豆花如果做成功的话 会比你们吃到过的大部分的豆花 都要奶油 但是这个分子料理呢 基本它呈现之前 你都不知道它到底靠不靠谱 不正如 厨艺比拼 开始 你为啥切这么大块 我这样吃着才过瘾 这个是这道菜的灵魂 这是斟膜 这个一定要用这个汤来炖 这个辣椒不能用辣的 就是要用香一点的辣椒 它不要吃出辣味来 这就和这个玉米面是吗 玉米面 开始切饼了 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五分钟 好的 丁冠森的拿手赛点完成了 现在请丁冠森上菜 刘雨宁到时候给你点评的要求非常苛刻了 我觉得这个就完美 就完美 谢谢 太好吃了 味十足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再放两粒盐 它就会咸 就那种感觉 然后包括那个蘑菇也是 就再放一丢丢丢丢丢盐就感觉它咸了 但是就味道特别足 我吃到的真的是 我在家里可能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这个小鸡炖蘑菇 真的棒 远超过一些东北菜馆的出品 好的 现在有请天范上菜 上次天范做迪文曼主的时候 我就跟晓宁拍着胸脯说 我说你都不用上去接那个鸡 他那个出来跟你那个完全你闭着眼睛能分得出来 结果就啪啪打脸 今天这个鸡豆花我又对着那边说 我告诉你们这个鸡豆花到了嘴里面 就是很creamy的那种感觉 结果就又啪啪打脸 的确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鸡豆花的一个呈现 今天我觉得最大的bug 它就是你的那个手持的那个东西不应该用 手持棒是打不出你鸡豆花所要的那么creamy的一个肉泥的 分子料理不接受代替品 明白 请开始投票 左边是冰冠森 右边是天范 好 我们倒计时 三 二 一 我们先出推荐官 五票全部投给丁冠森 姐姐品仙团投给的是天范 比拼又出现了平局 现在请天范丁冠森进入代评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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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舞组先厨厨艺比拼 已经全部比完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六位待定先厨返场 欢迎杨仔 李子峰 石子毅 还有蔡诚 有请 我们首官类主直接通关的是小健健和冯伟 有三位首官的现在在待定 而我们挑战先厨们 目前是没有一个进阶到下一个环节 所以最后的阶段开始 投票 几位推荐官 如果你们每个人只能推荐一个 你们会希望谁进 我选那个子芬 就子芬的话她是一个模特又是一个演员 能不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种 对厨房一种乐爱 我觉得这点是比较打动我的 我选紫义 很欣赏她的对生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随性 然后做菜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她是挺快乐的 我说羊仔吧 我特别喜欢你的那一点 就是很有邻居家里的那种好朋友的那种味道 包括你讲话那种热情 然后幽默都很拉近距离 龙虾饭就不用多说了 我真的 我觉得龙虾饭真的记忆犹新 太好吃了 我们都不想说话了 我也期待她以后能做出更多 展现给我们和观众的一些美食 那我觉得小鸡炖蘑菇很好吃 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 真的是把小的时候味道都给烧出来了 希望你可以把童年的食材的记忆 能尽量的多给我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先出一百 官方合作伙伴 方泰集成烹战中心 顺势上牌 猛火爆炒不跑烟 纯真美丽小门腰 先出一百 待会儿见 纯真美丽小门腰 先出一百 现在继续 三 二 一 投票结束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 先出一百 第三轮的拿手菜比拼 五位首官先出 将迎来全新的五位挑战先出 好帅 因为我可能每一期我挑战的都是 比较有实力的 菜一定要精致 我看到底谁精致了 做不上了 时间到 不要急 他手都在抖了 赶紧上菜吧 零下烧烈的工作 那也得做完吧 你不然怎么吃 发现我们的姐姐品牵团 真的是毫无原则 你完全整个人崩塌掉 再次祝贺五位先出 先出一百 把厨房交给男人 让我们期待 下一期先出一百 先出一百 我们下周四晚 继续美味和精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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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